把视线转向伊朗 伊朗方面22号公布了据称是 美国无人机侵犯伊朗领空的最新证据 伊朗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阿联酋特使 就阿联酋允许美方在其境内基地 发射无人机提出抗议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在社交媒体 公布了标有美国无人机入侵 伊朗领空详细路径和坐标的地图 根据地图中的信息 美军无人机20号从波斯湾南部的基地起飞 沿着地图中的蓝色轨迹飞行 对伊朗执行侦查任务 凌晨2点多 美无人机闯入黄线内的伊朗飞行情报区 伊朗曾多次发出警告 凌晨4点多 美无人机在回程途中闯入红线内的 伊朗领海上空 最终被伊朗方面击落 据路透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阿联酋的特使 已是抗议 原因是20号闯入伊朗领空的美军无人机 是从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 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韦的话报道称 伊朗国境不容侵犯 伊朗将坚决应对美国的侵略与威胁 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发言人警告称 如果美国及其地区盟国胆敢对伊朗动物 那将会是相当于点燃了地区的火药桶 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都将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带来严重后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